买不起房的都是鲁蛇 但是专家和名嘴炮轰根本是鬼扯 从内政部公布的资料来看 2021年全国房价所得比是9.46倍 台北市更高达16.29倍 等于在台北要买一间房子 必须要不吃不喝超过16年才买得起 台湾买房超困难 房价冲破天花板 但前民进党议员王浩宇却说 台湾房屋的自由率达84.68% 在台湾要饿死很困难 因为大多数人都有房子住有饭吃 政府不应该打房 打房就是打到你爸你妈 名嘴炮轰根本是鬼扯蛋 王浩宇那个根本就是鬼扯 84%的人有自己的房子吗 根本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房子里头84%是属于私人的 是这个意思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资料 2021年全国房价所得比是9.46倍 房贷负担率是37.83% 创下7年来新高 其中台北市房价所得比更高是16.29倍 房贷负担率高达6成5 也就是在台北要买一间房子 必须不吃不喝超过16年 若以双新家庭月入10万来看 光是房贷就要花掉6.5万 民进党的王浩宇还说 真正贫困的是自己不工作 酗酒或是有精神状况 嗆瞎买不起房的是鲁蛇 网友看了炸锅怒轰 蔡英文说要让年轻人有房 现在打不了房 民进党就骂百姓是鲁蛇吗 那很简单啊 我们不要当鲁蛇啊 政府把基本公司调高啊 调到5万块嘛 鲁蛇 王浩宇你是干嘛 在刷存在感吗 不要讲这种莫名其妙的 贵话连篇 租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民进党自己已经渐渐的 变成了一个富人党 你的党里面不但有钱人比较多 而且那些有钱人还会瞧不起穷人 奉刺的是 行政院才通过300亿拿来做租金补贴 民众痛骂 若84%的百姓都有房 你大笔租金补贴 难道是补给鬼吗 记者团圈茂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